近些年最让人失望的状元是谁 我觉得毫无疑问 那毕竟是蔡徐坤的弟弟 蔡恩威廉姆斯 当初肇事肇的有多疯狂 什么五四年一遇的天赋 什么上线詹姆斯 下线巴克利 我跟你讲 当初胖虎的名头 比现在的文班亚马响亮多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赶丝毛 去捧杀新秀的原因 一场NBA比赛还没打呢 谁知道将来是什么样 第二轮的新秀约吉奇 能成长为比肩历史级中锋的NVP 吹的天赋无与伦比 不苏詹姆斯的蔡恩威廉姆斯 也能彻底沦为废柴 职业生涯四个赛季 合计打了114场比赛 平均每个赛季28.5场 跟胖虎比 伦纳德都成劳模了 而且你如果仅仅只是伤病的问题 那球迷还会给你送上同情分 比如奥登罗伊罗斯 其实在球迷间的风评 还是相对不错的 大家提起他们也会叹息一声 天度英柴 可是蔡恩这玩意儿 他不只是吹 关键是品格和形式作风 也让人不齿 生涯骗了两亿的合同 连一个屁战女星都搞不定 哈登年轻的时候 那也是夜夜森哥 但人家是万花从中过 片夜不沾身 花席各大会所酒吧夜总会 哪的妹妹酒宝提到登哥的名字 不肃起大木格 嘿 登哥那做人敞亮 出手阔绰 甚至连科勒卡戴三这种 NBA球员搜割机 国际知名榨汁机 都能安排的明明白白 由此可见哈登的能力和魅力 反观蔡林威廉姆斯 那真是光着屁股拉墨 转圈丢人 现在的说法是 醍醐正在想尽办法交易他 最快在周五 便会将他扫地出门 一旦真被交易 凭胖虎那声色全马的致志力 大概率会彻底放飞自我 然后领完合同内的薪水 甚至是提前被拆元 之后到处视讯 偶尔签个十天短合同 再反复被拆 最后彻底消失在联盟 呜呼 谁能想到当初吹的堪比詹姆斯的新秀 会落得这般下场 所以天赋只是一个球员 能够打进NBA的敲门砖 致律和刻苦 才能让你成为NBA的长青素 想我二某人 做了八年自媒体 五年up主 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 无论播放量怎样的拉胯 我都能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我跟你讲 我要是一个网络用户 我指定关注他 天天给他点赞 他这份持之以恒的品质 在这个功利福照的时代 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不小心今天又森华主题了 我他们就是有文化 赶紧关注吧 我这视频都是知识点 说得我自己眼泪都想哗啦哗啦往下掉 未经讨论 明 failures